但是今天小胖的这个优点啊被完全的克制住了啊 对 穿法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 你看这个空胖 放得很长 距离的移动上把控上非常小心 对不是防低扫 这个是一直是他的一个短板 恐怕这个楼 恐怕也很会利用规则啊 虽然也是在做残暴 利用残暴来抵消这个魏宁辉的中间距离拳法的输出啊 但是呢裁判看起来有一点毛病没有 对 我们看空胖一点点点就是前手啊 又是这个动作 魏宁辉已经吃了好几次了 要注意啊 而且这个时候再往前进的时候 不要像泰国选手那样 一点一点慢慢往前靠近 要做一些快速的移动啊 虽然杀伤率 哦 这一下就效果了 抓住机会 对不要乱 恐怕还是比较主动的进入到这种内围啊 楼包 这次恐怕很聪明 看频繁的用这种前手刺拳 影响魏宁辉的这种主动进攻啊 是的 虽然不重啊但对你前进的这个节奏以及发力啊 会有很大的干扰 对而且对空胖后续的迎接你的进攻会做好充足的准备 是的 而且看空胖面对温宁辉的这个拳法防守的时候两个手臂架的比较高一些 这样你就没有空胖去再对他的头部进行进攻 再主动进攻 恐怕的前手啊 虽然一点杀伤力也没有 但是前前手持续的刺拳啊 对视线各方面 对各方面都有干扰 对温宁辉的视线判断都会有影响 还是摟抱过多啊 所剩时间不多了 是的 刚才是一个身体实际平衡的一个滑倒 但是恐怕这个机会抓得也很好啊 比赛结果 红方生的Red Connor